我们以前买很多这些圣经、诗经书 就会好好珍惜它 尤其是以前,如果放在书架里,也会碰尘 拿出外,也不会像现在有那么多袋 所以如果想好好保存它,以前我就用了这样的方法 譬如这里有几盒,都是类似的东西 这个简单一些的书盒 这个是Dix Bible 以前都会经常揀一下,你看到都包了包书架 这个就没有一个开关的扣,因为这个很少会带出街 也都不是每个人会做一些开关扣 这个呢,就是圣经字典的东西 其实这些,为什么会说这么多年会没有电呢? 因为现在你上网,已经差不多什么都查到了 你看到这些全部都是很旧很旧的画纸 应该都是超过20年了 这个呢,就是又是圣经的讨论的东西 圣经字典的东西 其实我现在,如果花时间慢慢进去打开看看 这下有可能已经有些虫住了,或者有些虫在里面 反而书就没什么的,通常是这些纸盒 本身因为没有下过一些虫药,所以就 那些书做的时候会有些虫药 通常那些虫不会怎么住它们 但是反而这些纸盒,可能就已经出了问题了 这个就有些虫可以吸进去 这个就有点虫药可以吸进去 谢谢大家